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又要到了 這次父親節就買了他夢寐以求的按摩椅要給他 就等安生到家之後看他會有什麼反應吧 媽咪 皮卡丘 OK 這是什麼 皮卡丘 這是皮卡丘了啦 好的 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又要到了 那之前呢 安生都會說他不想過 因為他不想花錢買東西 或者是他沒有什麼想要買的東西 前陣子呢 大家都有看到我們這小胖子呢 終於去健身了 然後呢 因為他太久沒有運動 所以他隨便動一下呢 就一下腳痛啊 手痛啊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呢 我們這次父親節就買了 他夢寐以求的按摩椅要給他 現在安生跟布布都不在家 然後師父等一下就來了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等一下見 來介紹一下我們這次的按摩椅吧 因為我們家空間有限 所以一般的按摩椅尺寸可能會比較大 所以我就特別挑選 適合我們家大小的按摩椅 那我們這次呢挑選的是 TOKYO最新推出的 MINI零重力完美椅 美囤款 美虧拿鐵 TC262B 他比起一般的按摩椅呢 這台的大小呢 只有930x570x950mm 然後他的大小是剛好可以 符合我們原本是小桌子的地方 因為這台真的很小 所以師父就直接在外面拆箱 整台搬進來 插電就好了 非常的快速耶 好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等安生到家之後 看他會有什麼反應吧 媽咪 嗨 買什麼? 為什麼買皮卡丘? 皮卡丘 皮卡丘 OK 這什麼? 這什麼? 皮卡丘 皮卡丘 這什麼? 為什麼有這台? 不要再路上撿 等下為什麼有鏡頭 為什麼會有這台? 路上撿的啦 我按摩椅耶 MI GOD 可是他滿迷你滿小的 對啊 因為我量過了 要不然你隨便買了 而且剛剛好耶 我先把相機 所以你現在有在拍 所以這是什麼企劃 芭樂樂是什麼 芭芭姐 父親節 喔 這是我父親節禮物嗎 不要的話我可以收走 謝謝 妳不要 禮物只能收走 欸 它的大小是完全我的理想型耶 我覺得它可能還比妳小 沒有啊 剛剛好啊 這裡還有這個手套 它放手機的 它放手機 這一台是 我看 喔 是TOKUYO 欸 很舒服耶 而且這個角度很棒 芭芭芭芭芭的禮物耶 妳要吃HAPPY MEE要不要嗎 吃HAPPY MEE 吃麥克風啊 我來研究一下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分享 妳好開心喔 我剛剛有稍微研究了一下 欸 妳真的很會買 要不然我像妳一樣亂買喔 正面看過去的時候 基本上呢 它的空間還湊湊油 其實呢 因為現在有不少都是像這種小瓶樹 像林口也是小瓶樹為主打 妳看這一台它放在這個位置 甚至還有空間還有多出來 我覺得真的很會買耶 其實妳坐上去比較可笑 我是剛剛好 耗成171 169.5 體重是88公斤 90公斤 88喔 沒過90 妳多久沒缺了 88公分 不是88公分 88公斤啦 88公斤啦 我呢算是比較快一點的 我坐下去會稍微的 就是很剛好的 那我來坐坐看 好那我要開始按下去囉 升起來了欸 然後呢它有這個前傾設計 就是雖然說我們的空間沒有到非常非常寬大 但是呢它有前傾設計 變成說它整台會像那個鏟子一樣這樣 整體的運用空間上呢 就不會很佔空間 屁股夾得很緊 那就是美臀椅啊 它的這個臀部的按摩 大腿外側兩側 然後再加上屁股卡層的部分 它會有這種氣壓擠壓 下面的部分呢 它也會有就是這樣子的按摩按摩 像我平常啊 久坐坐在電腦前很長的時間啊 都在工作工作都沒有起來走動 那在這邊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按摩舒緩 就不會讓你下半身做久了就很緊繃 布布在幹嘛 布布在旁邊按摩 然後呢它的LS型的家常刀櫃 像我從我的肩頸啊 一路到我的背啊 然後再到我的臀部啊 就是整條其實都是按得到的 基本上目前我感覺到的就是 它現在正在按我的背 模擬那種真人手感 再過來呢就是它的操作介面 其實滿一目了然的 它都是用圖示的方式在呈現 包含呢 比如說高低啊 前後啊 你要什麼 更躺一點 有沒有有沒有 還可以設定再更躺一點 有夠好笑 整個人都打平了 可以這樣子再調下來 這個已經接近於平躺 你有沒有睡這樣就好了 很舒服欸 我是這樣子看電視這樣 很爽嘛 好像還不錯喔 好棒喔 我要這個父親節禮物 舒服啦 阿不然你也來坐一下 媽媽你可以坐坐看 你直接按那個按電源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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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起飛了 你到底 我小時候也會在家裡有什麼沙發 就這樣子爬來爬去 我們是不是多給它的一個跳台 腳已經斷掉了喔 喔 它整個打得很平耶 怎麼樣 感覺如何 還行啊 還行嗎 你自己買的還可以嗎 還不錯啊 我剛剛看它介紹 它是楊丞琳代言 它是美臀肌耶 這樣子你的屁股 就是可以這樣子按摩 要等一下打到它的頭 會講嗎 因為它太矮了 等一下那個按摩了 就會打那頭 好醜啦 我們要關掉了是不是 好 好玩嗎 你小朋友你不能一直玩這個 好啦 這個我們的這個父親節 哇 這個這個 你怎麼想到要給我這個禮物 阿不就有人一直靠藥 唉唷我這裡好重 我那裡好重 我哪有 老實說我是有點這個 受寵若驚啦 那我覺得可能之後 還有可能我下工以後 我就洗完澡啊 然後就坐在那邊坐一坐 應該就有機會睡到隔天早上 OK 畢竟每天睡那個沙發 偶爾要換個地方睡 感覺好像也是不錯 你是都幫我買了一個睡覺的地方 那這個如果以後 父親節每年都有這樣的禮物 可以加薪一下 想太多了沒有這麼多的錢 欸加薪不是加一個月 每次加一整天這樣加薪欸 最後還不是花在你身上 最後還不是花在你身上 唉唷 這個是有薪啊 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買這麼巨大的 龐然大物 或者是這麼高檔的東西 你隨便買買我也很開心 有薪最重要 好吧那我買地瓜球給你好了 一包六十塊 那我們今天開始剪薪 你不需要用到那麼多剪薪 怎樣 你要付連結在下面對不對 對啊 好的那那個 哪一次不放連結你跟我講 也是啊 我們基本上的習慣就是 所有不管是業配不是業配什麼 我們只要有開箱的產品 我們都會放連結 只是有一些有商業合作 有一些沒有這樣 好的那關於 那關於 mini 零重力 完美 美 囤款 玫瑰拿鐵 TC 262B 好長喔他們的台詞好長 那產品的相關資訊呢 我們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文 如果你有興趣 家裡也是像我們一樣小坪樹 但是也希望有一個 按摩椅 可以幫自己紓壓紓壓的話 他是還蠻不錯的 嗯哼 但是小孩可能要先 小孩子呢 他現在一定剛開始他會很好吃 他等一下玩一陣子以後 他現在以為他是巴士光年 那近期呢我們也會幫大家做這個 抗摧毀測試 真的是把他當作遊樂器採在玩 希望他能夠 安然的度過更長的一段時間 好的在這邊也預祝各位老公們 父親節快樂 那當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也差不多父親節了 或許他也是一個不錯的 父親節禮物的選擇 這支可是你的驚喜影片 你做結尾吧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記得追蹤我們IG Facebook 還有什麼 陌生父親好無闖動社 晚安演習啊 你寫靠腰啊 嚇死我 嚇死我 我真的是原本不會怎麼樣 每次都會被你嚇死 明明地震就像小小一點 然後你就會 地震 我這個是很有警戒心好不好 有討人厭 哪有好人厭 你們也會覺得討人厭嗎 通常災難的時候都是這種人 最容易拯救大家 屁啊 剛好遇到晚安演習 好的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喔不是 結束了是不是 要完了 好啦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摸摸摸按你喔 摸摸摸摸摸摸摸 你去我旁邊外安演習 什麼我要去哪裡外安演習 我們已經在外安演習裡面了 掰掰 哇 布布你坐好 你坐坐 他會不會把它當作電話題 這感覺蠻像一個電話題的 不要亂按 不要亂按 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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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坐好 躺好 等一下會有人幫你按摸喔